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力的陈苍兴董事长 自1992年任养了路边横躺的百年章树之后 就展开了陈董事长的台湾原生树种富裕之路 我本身就喜欢树木 以前的时候就喜欢收集比较好的老树和台湾的 有关系的原生树族物 他就在家里的东北城 整了有一个大时间 我们整到一区一区一区成立 刚才在家里的一些博士 一些生年系的博士 原生树的博士 这家企业要做一个台湾的所谓原生树的主委 抱持着对树木的热情 陈董事长在台湾各地收集需保育的台湾原生树种 但能保护的数量有限 为此陈苍兴董事长 积极寻找专家学者的协助与意见 并与东海大学园艺系赖明周博士 创立了台湾树木种园基金会 保育了数万科玉山原博 并将原博之美推广至世界 台湾玉山里面的玉山原博 它海拔是三千公主 可能就三千年到以上到六千年 这个年龄 我们保护几万科 8号我们的这个安博介绍到给外国 给国外知道 所以我们台湾虽然小 我们保育的树木 几千年的树木 几十万科以上 这是我们最重要 我们的基金会的用意书在这里 然而陈董事长 自己也收藏了不少的原生树种 例如台湾特有的平棚草 象牙木 桃花心木 章树 肉桂树等等 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植物园 而这个植物园最特别的是 以中国风的造景 片植珍奇树种 如黄氏花园般 让造访的民众都流连忘返 我们最主要是有台湾的名称 像我们的风港树 兰里楼梵松 就是有兰树的树木 还有我们那个台东树 台东的树木 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文化 艺术 生态 产业 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这个预言的用来是这样 基于陈苍兴董事长对于绿色艺术与文化的爱好 在盆栽界享誉盛名 并且在今年以主办的身份 首次在台湾举办2017BCI国际盆栽展 继亚太盆栽与赏识大会 作为一个平台 介绍的外国人进来这里 观摩甚至和他们的交流 所以我们从数年前 我们拿到国际盆栽大会 现在这一处来 有58个国家 共襄盛级 我们这一处的所办的大会 而本次的2017BCI国际盆栽展 纪亚太盆栽与赏识大会 展出了各种收藏家的作品 让民众接触数十亿数 体会不同的山林景致 我觉得这一次的全国盆栽展 非常的好 然后很值得民众来参观 非常多的收藏家的精心 收藏都在这边 今天来看到这些收藏家 对于这些盆栽 他们的用心呵护照顾 所以说让我看得非常佩服 而且真的非常漂亮 我觉得这很值得大家来细细品尝 那个收藏家他们的内心世界 用心 传递盆栽师傅以及精神 陈董事长逐步将台湾的绿色艺术 推广至世界 让更多爱好盆栽的收藏家 能够一起来台湾学习这样的盆栽艺术 希望我们以后我们这些工业书 这些做盆栽的赛夫 可以开始传承我们台湾的精神 把绿色里面的艺术 可以共同在地球船冲组 把我们收藏里面 还有可能关凶了我们这个艺术 可以爱护这个组员 可以保护更多的组员和生态 经由陈苍兴董事长与各盆栽协会的努力之下 也将持续发扬台湾绿色植物艺术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绿色奇迹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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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